以色拉和尼西米记 在多数现代圣经版本中 他们分为两卷 不过这是后来才分开的 最初他们合在一起 由同一位作者书写 记录开始的时候 巴比伦已经毁灭了耶路撒冷和圣殿 并掳走了很多人 故事从以色列人被流放五十年之后讲起 记载了一些以色列人返回故乡 重建耶路撒冷城 住在那里时发生的事 这卷书提到了三位重要的领袖人物 是他们带领重建工作的 先是索罗巴伯 然后是以色拉 最后是尼西米 书里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索罗巴伯带领了一群人 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大约六十年之后 以色拉回到耶路撒冷 教导百姓律法 并重建信仰群体 最后尼西米率领百姓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三个故事的结构很像 开头都讲述了波斯王被神感动 拆派某位领袖回到耶路撒冷 随后波斯王提供物资和支持 最后三位领导者 都遇到一些人的反对 虽然他们战胜了这些反对力量 但也同时出现了奇特的 虎头蛇尾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整卷书的内容 故事一开始 波斯王塞鲁士下诏书说 神感动他 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 返回耶路撒冷城 重建圣殿 作者说 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他曾说 流亡的百姓有一天要返回耶路撒冷 这次的应验 让我们对其他指出流亡不是结局的预言 抱有希望 开始盼望见到大魏后裔中的弥赛亚 盼望重建神的圣殿 盼望神的国度降临到列国 并祝福列国 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们带着这些盼望 读索罗巴伯的故事 这个名字意思是 栽种于巴比伦 他代表了被掳到巴比伦期间 出生的一代以色列人 索罗巴伯率领一批人 先返回了耶路撒冷城 在那里定居后 他们重建了祭坛和圣殿 殿基和献殿仪式都是重大事件 要知道 从前在奉献会幕和圣殿的仪式上 神会在发光的云柱中显现 并和他的百姓同住 但这一次却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当一些人庆祝新圣殿落成时 那些亲眼见过索罗门圣殿的老人们 却哀哭起来 因为这与他们荣耀的历史 或对未来的期望相差太远 这时第一次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而且方式很奇怪 一些没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后代 一直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主动提出要参与圣殿的重建 却遭到索罗巴伯的拒绝 他说 你们与我们的圣殿无分 这引起了冲突 虽然索罗巴伯战胜了这场冲突 但很奇怪 因为先知们曾预言说 当神的国降临时 以色列种植派会和列国一起敬拜以色列的神 所以这可以算是一次反高潮的时刻 接下来 大约60年后 以色拉出场 他是一位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领袖 也是一位律法学者和教师 波斯王亚达薛西 委派他带领另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城 以色拉想在百姓中兴起一场 属灵复兴和社会复兴 这相当令人期待 但故事再一次出现了反高潮 以色拉得知很多从流亡中归回的以色列人 与那些生活在耶路撒冷周边没被掳的人通婚 他们当中有以色列人 也有外族人 以色拉重申律法诫命 要求以色列人持守圣洁 同古代的迦南人分别开来 他认为住在耶路撒冷周边的人 就类似于迦南人 他们会败坏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 于是以色拉做了一个真诚悔改的祷告 召集所有领袖颁布了一条离婚法令 废除这样的通婚 要求送走他们的妻子儿女 这条法令只得到了部分的实施 书中列出了部分需要遵行离婚法令的名单 这个故事之所以奇怪 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神从来都没有命令以色拉做任何事 是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促使以色拉颁布了这条法令 其次同时期的先知马拉基确实说过 被掳者要持守圣洁 但他也说神反对离婚 所以这条法令带来的混杂结果 使故事最终呈现出奇特的反高潮 接着故事转入记载尼西米的事迹 尼西米是以色列人 在波斯王宫做事 他听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消息后 就祷告神 波斯王亚达薛西准许他回去 重建城墙 王甚至帮他提供了一支武装护卫队和所需的物资 尼西米抵达耶路撒冷后开始了重建工程 他也同样遭到耶路撒冷周围人的反对 故事再一次出现了紧张时刻 同时代的先知撒加利亚说 神国的新耶路撒冷将会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 神的同在会围绕着城 列国的人都会到城中来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 但尼西米所做的似乎与这个意向相反 他告知耶路撒冷周围的人 他们与耶路撒冷无分 这当然激起了他们的敌意 尼西米凭着自己的正直和勇敢 遵行他对这座城市的意向 建城的同时设立武装的护卫人员保护他们 那么这场冲突会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吗 这一切引起结尾的两个相反的举动 先是积极的 后是消极的 以斯拉和尼西米联手在百姓中 兴起一场鼠灵的更新 他们号召流亡回归的人在节期中聚集 一连七天他们向百姓诵读并教导律法 一起庆祝古代的祝鹏节 纪念神在出埃及和旷野中的信实作为 之后他们献上认罪的祷告 与神重新立约 启示遵行律法书上的所有命令 最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墙前 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我们本以为这是一个转折点 但事实并非如此 故事的结尾让人沮丧 尼西米巡视圣城时 发现百姓没有履行誓言 圣殿不受重视 殿中的供职人员不称职 索罗巴伯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接着尼西米发现 以斯拉的努力也白费了 所有人都违反律法 在安息日工作 甚至牵连到他自己重建城墙的努力 有人在城墙旁边设立市场 在安息日做工 尼西米非常愤怒 他打了其中几个人 拔掉他们的头发 大声疾呼 要遵行律法书上的命令 最后他祷告神 纪念他付出的一切努力 这卷书就结束了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结尾 但我们早已有了准备 不是吗 作者特意把这几次 虎头蛇尾的事件记载下来 引发了一个问题 这卷书和圣经的故事脉络 有什么关系呢 这卷书一开始 引起了我们对先知预言的 弥赛亚圣殿殿和神国的盼望 但这些最后都没有应验 所以即使以色列人 回到了自己的土地 他们的属灵状况 似乎与流亡之前 也没什么差别 即使以色拉和尼西米 竭尽全力 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还是无法改变百姓的心 这卷书 以先知耶利米书 以西杰书 都强调了同一个需要 如果要让神的百姓 爱神 顺服神的话 他们的心 需要被彻底的更新 这卷书的结尾让人沮丧 但它促使你继续读下去 在之后的智慧书和先知书中 继续看神怎样实现 他立约的应许 这就是以色拉和尼西米记的经议 使用大化尼西米记 请不吝点赞 许米打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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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sensational的 我的目的 有你 问我 我